文慧如 從默默無聞到上億人觀看的翻唱女王 文慧如 嗨 大家好 我是創作歌手文慧如 從默默無聞的駐唱歌手 到簽約的發片創作歌手 我花了三年的時間 畢業後呢 我一言決然的拒絕了審計公司的offer 開始了我一年半的駐唱生活 可是其實到駐唱的後期 我覺得自己只是餐廳的背景音樂 在同樣的餐廳唱著 其實不會有客人在聽 不會有人知道我是誰 然後有一次 我在餐廳碰到了大學時期的朋友們 我看到他們慢慢的升圈 說著一些我已經聽不懂的 會計圈冷笑話 那個時候 我不敢大聲的把自己的夢想說出來 我甚至心想 是不是該放棄音樂 或許選擇音樂這條路 本來就是一個錯誤 正當我想著放棄的時候 我的兩首作品 《人間煙火》和《身體都知道》 被收錄在了田富貞的專輯裡面 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激動 感覺就像中了樂透一樣 然後我知道 這不是我音樂生涯的結束 後來因為這件事情 我簽約成為了淮恩的創作歌手 然後呢 在YouTube的翻唱作品 也慢慢達到了破譯的點擊率 我曾經在一個節目 聽過羅志祥說過一句話 他說有時候堅持比努力更可怕 我在駐唱這一年半那裡 我白天教書 晚上駐唱 有空的時候就寫歌 但同時我也非常感謝我的堅持 因為如果我沒有堅持走到最後 我也真的就看不到一年半後 發片的這個成果 所以我相信 不論從事什麼行業 在追求我們的夢想的時候 努力和堅持這兩點 缺一不可 希望我能夠把我的心得 分享給大家